在這裡我學到最大的經驗就是身體碰撞 然後在球場一些平微處理 就是要細膩一點 就很開心 然後可以跟著不同學校的球員一起比賽 然後我覺得跟別國的球員比起來 我們還可以再加強力幫忙很多 就是鼓勵我們叫我們要贏得觀眾的掌聲 雖然一開始還沒打的時候外界對我們很不看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已經打完了這個階段 覺得我們已經做到了 正宗缺乏了4號位置的 然後所以在上場的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那自己的表現我覺得還算及格吧 大概也只有60分 因為還需要加強的地方還有太多太多了 就是說小緊張或是還沒辦法融入團隊的一些默契 就是說自己也要改善一下 動作還不夠好 回去的時候要自我加強 讓我不要那麼多運球 然後倒爽會快一點 然後上場盡量不要卻場 當中身體的對抗差了很多 所以說等這次比賽結束之後 回去要好好那種增加自己的重量訓練 然後還有技巧 對於日本隊的射手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各方面都很穩 那能切能投 那在他們跑位的方面都很穩 然後隊友也會盡量幫他們製造空檔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大隊民心要學習的地方 本隊的打法是流動性比較快 所以說防守的速度上要再加強 然後因為他們大四五號都會投外線 所以說防守的範圍還要再擴大 所以說這也讓我學習到很多 謝謝學弟到這邊 然後我知道你們是來實在看比賽 不是來幫學長加油 剛好有上場 但是就是謝謝你們啦 感謝寶兒學長就是這次在瓊斯杯裡面 就是在每次練習 他都提醒我們在每一場就是犯錯的地方 然後還有給我們一些 他打了很多國際賽的經驗給予我們 然後 真的很感謝寶兒學長 因為教練堂對我也很信任 然後讓我在這六場球當中 也上傳時間比較多 謝謝教練 帶我們一路這樣 帶領我們來打瓊斯杯 真的很謝謝教練 還有謝謝學弟啊 還有球迷 再加強自己的身體之類的 還有一些多做一些重量之類的東西 然後一些腳步東西這樣子 今年是代表大壯明星隊來打瓊斯杯 我希望我明後年或往來的以後的日子 我可以穿上中豪隊的球衣打瓊斯杯 這個瓊斯杯啊 讓我的信心增加 我希望把這個信心延續到UBA 然後還有十月的亞大 各位球迷也繼續幫我加油吧